的確物價費漲現在就連要買個早餐都不便宜 但是在彰化有間傳統的阿嬤早餐店 這店裡頭不管是水煎包啦豆漿還是饅頭等等 全部只要十塊錢 老闆娘是八十二歲的季阿嬤 她說開業七十多年 自家的房子做生意不用房租 所以她便宜回饋給顧客 賺得夠用就好 當然這樣的同板價早餐 也讓民眾直呼超佛心 巴掌大的尖角水煎包金黃酥脆 熱騰騰起鍋 民眾排隊搶買 人潮落意不絕 因為這一攤早餐不只美味 連價格也超便宜 民眾皇家買了整整一大袋 遞給阿嬤一百元 竟然還能找回十塊錢 直呼CP值超高 這是位在彰化的阿嬤早餐店 不管是饅頭 豆漿 水煎包 煎餃 台面上每樣餐點 每個都只要十塊錢 八十二歲的季阿嬤 已經開業七十多年 多年前曾漲過一次價 每樣單品從八元漲到現在十塊 即使價格便宜 包進煎包內的高麗菜餡料 也依舊不手軟 份量十足 還三十塊而已 外面呢 外面 外面最少都要七十七下 現在是抗通膨的最好的選擇這樣子 有 每天沒錢就來吃這個 我們這都八十幾歲 沒辦法做很多 怎麼準備做得到燙 我自己的家 家裡都在上班 你如果沒辦法做 還有價錢有辦法 沒辦法 萬物起掌 但阿嬤早餐 卻只要同本假 也讓民眾直呼超佛心 在林一峰彰化報導